我想最近我在跟很多人在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关于这个死亡的教育 因为死亡是一种程序啊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反对永生的 尤其是个人的肉体永生 那如果很多人说意识能永生吗 我说那这么说的话 孔子苏氏他们意识早就永生了 他其实用文脉的方式不太累很多的思想记录下来了 我想一方面呢 我希望人类都能够长命百岁 但是健康 让你的生理年龄和你的健康年龄能无限的接近 哪怕是我可以今天 比如说我可以在安详的睡觉 甚至我猝死 但是我也不希望我最后可能花个一两年的时间 我会在差不多难过 我在SU里即使我有钱 那么对死亡的一个教育是中国现在比较缺失的 换言之呢 我们过去可能这个 更多的大家就讲人死为大了 其实慢慢的我想从下一代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更早一点对死亡一个经济教育 因为我们孩子们在没有经历婚姻之前肯定都会先经历过死亡 尤其是隔代的这种死亡 是吧 那关于死亡的教育呢 这个又有两个我想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似乎我们特别强调这种救死扶伤要抢救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可能被抢经了也不想被抢救 从那个意义上讲 现在更多的一个词原来叫临终关怀 现在叫安宁疗户 我能讲就是起码非常强烈的一个证据是说 人在民流之际 他是没有痛苦的 他是没有痛苦的 因为那个时候大脑会致患 自己给自己打毒品 我们简单讲生命很聪明 这是一个 即使你再有钱 我也想你应该把这个钱用在平时的保健上 而不是用在最后的强求上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今天的这种殡葬业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种各大文明的态度去做 比如说西方的墓都在家里 中国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可是我们有没有必要大家都在墓地 为什么不能够倡导更多的海藏 甚至有的时候 这个我听过好多 以为就做这些行业的 也听很多人跟我讲 很多人在送走一个人的过程中 他自己也死了 有过度的这种悲伤 所以在我来看 其实这都是我们对死亡教育不够的一个表现 再加上我们可能过去中国的很多的这种传统当中 有一些应该说不科学的地方 我们老是鬼胡仙怪 这些会把死亡的个事说的很悬 所以我想关于死亡的教育 应该是我们老龄是化社会 下一个阶段 更重要的要去考虑一个事情 现在对于死亡教育 可能哥哥是在亲干什么 对 就还没有把它能够上升到一个 可以用一部分 不可以用科技去解释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 我有经常给我孩子开门 我说你看咱俩今天又吃大螃蟹 你想过螃蟹妈妈怎么想吗 你把它不管是蒸还是煮 它也很痛苦 所以他会想一想 说那是不是不该吃它的 我说也未必 所以我是说如果有一天 有人就像经济的巨人 有人来吃你了 你也别觉得这很奇怪 因为你也曾经这么吃过螃蟹 吃过小螺蝦 是吗 因为你只要动念 其实不管是冥想 不管是正念修行 还是你看到那些不该看的事情 遭遇到一些恐慌 我们很多病人就是这么出来 意识和物质是不可分的 因为你有意识活动就必须会消耗物质 你在低血糖的时候是不能思考的 你在低血糖的时候 也几乎是不能运动的 我们的神经系统 免疫系统和内非病系统 是共作互作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几个系统的互作 它带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在于 其实你只要动念 你的激素就会变 所以有非常多的疾病 是想出来的 是弃出来的 百岁老人 曾经做过很多很多很多统计 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乐观 没有事 我奶奶九十多岁的时候 给我总结了一下 说我听不见好 为什么 七个孩子家常里短的事多了 只有当我都听不见的时候 我耳不闻心不烦 我就觉得你们都很好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 并不是说所有事情都要知道 你才会觉得这个世界变得美好 而是你想这个世界变得美好 它就可以变得美好 这个就是一种乐天拍的态度 甚至有的时候再理性一点 我不需要乐观 我也不需要悲观 我达观 我想这一切 可能都是合理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就可以不再脆弱 脆弱的反义词 不是坚强 脆弱的反义词是 不脆弱 反过来讲 我也不坚强 该哭哭 该笑笑 过了就没有 这些 你看起来每一天的这种 点点的意义的积蓄和积累 它都会在基因上有所反应 甚至可以通过我们的遗传 延续给下一代 行至少稳定两代以上的 表观遗传 也就是说 人还让开心 不然这种情绪 都写在了你的 生殖气包里 还会往下一代去传递 都会以另外一个方式 影响你周围的人 所以我们都期望 跟正能的人在一起 就有暖暖呼呼的又有光 我们都讨厌和这个 每天特别充满了 负能量爆棚的 这样的一些人在一起 你不觉得 它一定有基因的要素在吗 预证呢 它更多的是属于 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 在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的功能 被关闭了 这个原因非常复杂 如果刚才所讲 它机能绝对的因素 可能先天性能 不足20% 后面有非常多 是后天的因素 可能最早的时候 我们是自闭 然后会有 成年的时候 大家因为一些刺激 会有抑郁 还有一些人呢 还会合并造狂 甚至两极紊乱 一会儿抑郁 一会儿造狂 一会儿抑郁 一会儿造狂 它其实的本质是在于 我们对这860亿个神经元 怎么去调节 不太知道 就大脑 这个脑科学 还是现在一个 目前生命的另外一个热点 在过去是个禁区 在今天 由于工具的到位 我们可以越作越好了 阿尔茨海默 帕金森 我们称之为 中枢神经系统的 退行性疾病 它的核心问题是 人类的寿命大幅延长导致 在我们人均区寿命 比如说60岁以下的时候 也不可能因为这个病毒困扰 当一个民族的人均区寿命 过70的 肿瘤就会成为主要的死因 过80的 这些中神经系统的疾病 退行性疾病 就会成主要的死因之一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 当一个民族的死亡谱 根据不同的疾病来划分的时候 你就知道 有些是因为它长寿了 这是因为长寿带来的 一个副产品 那今天有没有办法去有效的 比如说可以治疗 像阿尔茨海默和帕金森呢 没有 特别是到了中晚期 几乎没有 包括药物 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 对应的一些 该语手段 但是在中早期的时候 能不能有效的 所谓延缓或者是预防 目前看起来 是有一部分的实证证据 比如说跟长寿据群相关 比如说我们都鼓励 其实你在退休的时候 不管你这一生 最好这一生 能学会一种乐器 人最后一个旺的技能 是音乐 我的奶奶 在一百多岁的时候 在神智可能 有的时候清醒 有时候不清醒的时候 他还会弹琴 因为他是幼师 他就是从小是给幼儿园的孩子们一起弹歌 所以他是 在我们的大脑皮层是一个比较远的区域 这个都会让你想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会让你有这么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好一点就是在于老人的生活 其实也需要是 不是养老 而是希望能够去爱老 能够让老友所乐 大大麻将就应该支持 大家没事串个门 没事有一些对应的一些 给他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让他有事干 你会发现人都是因为闲着 最后就闲出的事 因为其实智人 从Lucy开始算320万年 我们没有闲过 所以闲本身 我很担心我们会 重蹈25号宇宙 所谓老鼠无头帮的 那个悲惨的故事 人类最后找不到 在社会当中的一个生态位 而使得这个群体 或社群崩塌 这就是说老龄化和少子化 叠加了以后的这个社会 我们要特别警惕 让大家不能在社会当中缺位 这个我觉得是 我们所有的今天的 因为我们也会老 要为这一步去做好准备 自闭症先天能解释的因素很少 大概不超过20% 而且它不是一个基因 它是多基因决定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 类似于唐氏综合征 有上千种这种遗传病 他们可能是先天决定 也就是说未来 我们还是希望在孕前 就能够开始做检测 孕前 首先结不结婚这件事情 我持开放态度 现在有非常多的单身妈妈 我不想结婚 但是我想要我自己的宝宝 这是OK的 但是也要做一个 孕前的经济检测 荷兰曾经闹过一个 很啼笑皆非的事情 就是一个自闭症的男性捐禁 后来用了他的精子 后面的孩子 非常高的比例都是自闭症 就自闭症的基因写到精子里了 他讲句话 或者说精子的 它的基因质量太差了 其实去唾液 双方各取一点唾液 就可以去测 比如说你们两个 只要不在同一个基因上 写在同一个缺陷位点 那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再产前再做一次 在孩子出生以后的 新生儿 正典 再做一次 我们叫三聚房 他就能极大的去 避免这些 我们不想看到的 这些遗传病的发生 或者 我让你提前知情了 你明知道孩子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依然选择 我跟他一起 我愿意照顾他 这个也OK 在很多西方国家里 有些是因为宗教的原因 他不能堕胎 有些是他就接受这个 因为他残疾的福利制度 相对比较好 但是预先知情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 是每一个家庭 特别是妈妈 应该享有的一个权利 这些通过今天的基因技术 都可以非常精准的 预测和预防出来 感谢观看